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苏丹撤侨的过程当中反应比较慢 甚至并没有采取直接有效的撤侨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么后续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对外说了 说由于大型两栖攻击舰的数量不够 而且它的维护和维修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使用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也没有办法部署快速的反应部队 针对苏丹的撤侨行动进行这样的一个支援 美国方面对外公布了一些信息 说在整个撤侨的过程当中 仅仅是使用无人机针对撤侨的路线进行了观察 进行了掩护 后续使用了一艘军用的补给船 或者是这种保障支援的这样的一个船只 针对在苏丹的美国公民进行了这样一个撤离 相对而言是比较滞后的 拖延的时间比较长 美国方面是拖拖拉拉 甚至是具备全球兵力投送能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都出现了撤侨不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它在全球范围内去演练这种兵力的部署 兵力的投送 主要是执行作战任务 也就是说它要威慑其他国家 要图谋去攻打其他国家 撤侨并不是它的本质工作 相关的预案和应对的方案不是特别的完善 所以当它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 遇到苏丹需要撤离大量的美国民众的时候 需要撤离美国公民的时候 它预案不足 准备不足 关键的时候上不去 也撤不出来 那么除此之外 也不排除美国的海军和海军团队 借此进行炒作 要向五角大楼 要向美国国会 要更多的经费 去发展更多大型新式的两栖攻击舰 也就是说 它不针对这种撤侨不力去进行反思 反而是以此为借口 是想要更多的装备发展经费 这也就可以看出美国军队的 它的核心 它的宗旨 并不是为美国的民众去服务 而是千方百计的去考虑自身的利益 或者说自身的这种装备的发展需要 在这种装备发展需要的发展 在这种装备发展